這是火車沒有錯 這是火車嘛 這個叫類火車 部長 這個叫類火車 這明明就是客運嘛 怎麼叫類火車呢 這叫機車 這可以叫類機車嗎 再過來 這是跑車 再過來 這是類跑車嗎 這是戰艦 這是類戰艦嘛 部長 不能這樣子搞 不能這樣子搞 今天台灣人民 還沒有預存到這種程度 你以後 這個就是類戰艦嘛 好不好 我們國防部 就不用跟美國人買了嘛 我們所有的預港都有 會好 部長 現在我們台灣生活大不易 這個國家有各種名目的稅收 中所稅 贏所稅 盈利事業所得 稅 貨物稅 證交稅 焉酒稅 未上市 證所稅 遺產稅 證以稅 房地合一稅 台灣萬萬稅 接下來還有 繳不完的罰款 我們今天既然談到這個 這個標線跟浩志 我請問一下這個部長 路面的邊線 光我們立法院旁邊 這個線就很難去分 路面的邊線 它15公分是白線 15公分 不管是開車 上下班這些 這個一不小心 就踩線 然後如果萬一再碰到這個 天天吃飽沒事的這些檢舉達人 天天在那裡 到處檢舉 是不是 給民眾有很多很多的困擾 我們是一定要用同樣的顏色嗎 部長 跟委員爸爸 路面 因為是路面邊線 它的右邊 就是路間 所以就行駛路間的這個罰則 那我們這一次在這個標誌 標線號制設置規則裡面有規定 如果你是慢車道 這上面要有機車跟自行車的圖案 這次我們已經現在預告了 這意思是說 你以後開這裡說你不用擔心這個 你就開在有圖案上面 部長沒有關係 你盡可能讓民眾能夠了解 了解 除了在地面上有清楚的標示以外 宣導的部分 也希望部長再加強 好不好 現在有在 不要讓這些通勤族 通勤族已經夠辛苦了 不要動動就要去腳踏 我人說的是 就是說15公分跟10公分很難辨別 我自己都覺得辨別不大出來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一定要改進 所以現在這種圖案 機車或自行車可以走的地方 就是會有圖案 你要走那個地方 大概目前大概是 部長我想我們儘速的好不好 讓民眾能夠了解 接下來這個觀光團的這個三紀令 我們大概推團力八成 觀光業界已經愛好片也損失 超過百億 部長你能不能儘快 用比較簡單的文字告訴大家 現在我們補救的方式是什麼 現在就是讓他們的縮小 這個尤其旅行業的這個損失 縮到最小 所以目前我們第一個是航空公司全額退會 那旅館他們也按照他們過去的 B2B的合約 他也做了一些這個退會上面的優惠 但是我的確這個部分我們在院也討論過 覺得在衛務部跟交通這邊溝通不足這件事情 院長也特別說這個溝通不足以後要溝通 所以也做了一個檢討 那現在我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這個優質團的這個補助 我想說從這個地方也補一些團 讓我們的旅行業它這邊有更多的生意 因為國內旅遊 這個媽媽姐姐團特別多 都是退休的這些公教年長的這些長輩 基本上這個也就是我們現在三紀令裡面 最大的施打不足的這個年齡層大概就是這個區塊 如果限制了他們的國內旅遊 這個三紀令下去 我想是不是這個請部長 除了本席不反對三紀 但是你的配套是什麼 要讓公共業者能夠生存 第一個它的客量一定會減少 第二個你要怎麼樣的去希望大家 一方面鼓勵大家去打第三紀 一方面鼓勵大家能夠出來 走出來公共旅遊 兩個都兼顧了 對這樣子的話 才能夠給我們的公共業者 有更大的支持的力量 好不好 這不就是我們部長該做的事嗎 現在鐵路公會 端午節 中秋節 國慶節 如果在罷工 不要說罷工 如果再不加班 請問一下部長 我們的對策是什麼 我現在昨天 我們包括明天都有對於 整個溝通的一個平台 明天是一個最大的溝通 然後因為 工資條約兩個版本現在差異不大 但是我好覺得公會有很多不知道說 比如說很多我們立委有幫大家爭取更優的條件 他們有的都不知道 所以我想說明天 透過明天 這個這麼多 包括理事長跟公會 因為明天 你要跟公會溝通 他們也有跟我說 明天是局長 不管是朝野的立委 都希望 公司化的事情能夠協助 部長也協助公會 儘快把這個事情落幕 因為如果這個事情再延宕下去 我知道部長 你是比較溫和 你也很願意坐下來談 現在癥結點還是土地 能不能賣出的問題 我覺得部長應該腰桿挺直 跟蘇貞昌院長講清楚 公會的訴求 跟我們布定的版本 已經是趨於一致 只是把土地能不能出售的問題 我跟委員這個可以作為說明 交通部所屬的 包括中海郵政 港公司 還有機場公司 從來沒有賣過一塊地 我在跟委員報 部長啊 就是我們不會賣地的方式 這個我們討論過 部長 沒有賣過一塊地 今天 您說不定表現良好 步步高升 你不見得永遠在這個位置上 但是 法律上的事情 是長治久安的問題 不能說您個人在擔任 任期內 還是過去怎麼樣 我們要防範未然於未來 本席讓你看一下 這個 2020年的6月 台北 開車到台東14個小時 我想我們台東區立委在這裡 所有人都累壞了 台北到花蓮7點5個小時 沒有人敢搭客運通通退票 我不希望 這個事情 在因為行政院 亦或是交通部 跟鐵路公會的溝通不當 來對整個花東偏鄉的人民造成重大的傷害 部長 本席請你再看一下 這個到底是火車 這個是火車沒有錯吧 這是火車 然後下一張 這個叫累火車 部長 這個叫累火車 這明明就是客運嘛 怎麼叫累火車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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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過來 再過來 國外就有這明明明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不要講國外 對對對 我們講 務實一點 老百姓聽得懂的話 是 這 這一張叫什麼 這叫機車 是 好 下一張 這可以叫累機車嗎 對 再過來 這是跑車 再過來 這是累跑車嗎 呵呵呵 再過來 這是戰艦 再過來 這是累戰艦嗎 部長 不能這樣子搞 好 不能這樣子搞 今天台灣人民 還沒有預存到這種程度 部長 我們要很務實地講 如果 鐵路不能 連結加班的時候 交通部所做出的替代方案 叫做客運接駁 講清楚就是這樣 不要用一些 話術 因為您 我看您還是蠻 蠻老實誠懇的樣子 我們不要用話術 拜託拜託 不是話術 好 務實地告訴百姓 不是他英文要怎麼翻嗎 你不用翻英文 台灣人民 台灣人民都看得懂國字 好不好 我們不要再去耍那些東西啦 國外就有這個名詞 你以後 這個就是累戰艦嘛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國防部就不用跟美國人買了嘛 我們所有的漁港都有 好不好 我買這個就好了 再過來 我請問一下 這是鹿嗎 這是鹿嗎 梅花鹿 梅花鹿 梅花鹿嘛 確定它是鹿嗎 是 確定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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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張 這是馬嘛 不會此鹿為馬吧 部長 現在不是秦朝 更不是趙高當政 不能此鹿為馬 客運就是客運 火車就是火車 本席希望趕快落幕 好不好 不要懲罰花蓮 台東跟偏鄉的人民 讓他們能夠好好回家 我會努力 現在 現在 好 現在 差距不大 就這麼一點點 是是 好不好 土地 鐵路局的國有土地 到底 能不能 賣出 未來誰自認不曉得 但是絕對不能賣出 好 我想這是部長你的原則 但是請你挺起腰感 跟蘇貞昌院長 堅持到底 趕快 讓這個落幕 好不好 現在 蘇貞昌 現身擔任行政院長 現在不是秦朝 我也不希望這裡有趙高 好 我們不要指入圍馬 院長還沒有管那麼細 我們不要指入圍馬 好不好 他如果沒有管這麼細 更不應該 你同意的話 就趕快 就協議就成功了 謝謝部長 這由我來合理 好 謝謝 謝謝